景气冷嗖嗖 为了要对抗不景气 台湾老字号的餐饮集团 为了要抢供年菜市场 硬是把价格压低 推出八道佳肴 两道甜点 十人份的怀念料理 团圆促销价 不到三千元就可以吃到 要以低价销售 抢供消费者的心 传统风味的米糕上 铺满一只知心黄色泽的樱花虾 还有选用低脂肪的德国猪脚 做成的红烧蹄膀 从清蒸鱼到鸡汤 台湾老字号餐饮集团 趁年节推出怀念料理 两千五百元的低价销售 要来抢供消费者的心 大家的荷包不是很充裕 所以我们就想要说 在这个两千五的套餐方面 能够回馈给消费者 希望说明年的话 能够成长个十%左右 八道佳肴 两道甜点 十人份的团圆促销价 让好久不见的集团总裁庄荣德 都亲自出马 推销自家产品 庄荣德也透露 未来在台湾的餐饮布局 我只有一个台湾话 感恩 感恩 我们要一个感恩的心 所有的观光客来 吃好 担好 感恩 再来 所以我们准备在台湾 要做六千间的环签 至于这六千间将要盖在哪里 庄荣德先卖个关子 只回应大约需要 两万两千五百平的土地 老字号餐饮集团 挟着网络票选超值餐 第一名的头衔 要在负景气的时代 震胜出击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灰谋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